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Santino 郭靖彤 今天我們就要說 在較早前位於荷蘭海牙的所謂國際刑事法院 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出所謂的拘捕令 這件事我想大家都知道 但是當這個所謂的拘捕令發出之後 有一個國家就第一時間撲出來 去作出和應地說 如果普京夠膽踏入他們國家半步的話 就會立即逮捕他 他說的這個國家 就是德國 德國現在就好像要拉普京那樣 而與此同時 俄羅斯就著德國的聲明 亦都作出回應 就說到如果德國夠膽動手的話 就儘管試一下 如果德國真的出手拉普京的話 俄羅斯的所有導彈 甚至乎是 裝有核工具的導彈 也都會射向德國 夠膽你就試一下拉普京 雙方的關係 但是稍後再提升到 另一個緊張的台階 我們稍後就會就這件事 來詳細分析 西方世界 有在玩什麼 再之為大家報導 就是3月25日 洪多拉斯 正式宣佈 和台省斷交 而在聲明裏 清楚指出世界上 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政府 就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此舉 令到台省那邊 非常之 屈滿 氣憤難平 但這樣也不僅 3月26日 馬上就和中國的外長秦剛 一起簽聯合公佈 正式和中國 建交 氣憤難平的台省 杜火攻心 馬上 派他們的 省外長吳超洩 來發脾氣 對著全世界的媒體 說不會像 中國那樣 用錢來換關係 說得他們很清高 但其實 自揭了自己 台省 根本對洪多拉斯一點幫助都沒有 莫財 稍後 慢慢和大家報道 再之為大家報道 就是一宗本地的新聞 這兩天 罵到熱洪洪 隨著東張西網報導了 有一個13歲的 天水維學校裏面的 女同學 被另一位男同學 懷疑越軌地 肢體上欺負他 事件甚至牽涉到 報警的層面 男同學 一度被 以無禮的罪名來拘捕 女同學的爸爸媽媽 要在東張西網裏面 希望 為他們抱不平 說出事情 是他們的版本 但是這兩天 就有另一個版本出了 有可能 男同學根本就沒有做到這件事 因為閉路電視是拍不到暫時 現在所知道的資訊就是 事情已經去到警方的層面 只要調查 就會水落石出 但是這次這個事情 校方就處理得非常遲鈍 令到大家都感覺到很不滿 兩個版本新潮文 都會為大家報導 讓大家分析一下 評下你之餘 亦都想想 在我們的子女 在學校求學之路上 遇到這樣的事情 無論是真是假 都是一個 不快的事情 怎樣可以避免 怎樣可以不要捲入 這些 不必要的人與人之間 磨擦糾紛 這些紛擾 轉頭慢慢 陪大家一起分析報導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記得做齊新潮文三報 還有的就是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文頻道 新潮文2.0頻道 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 較早前 我們都知道一單新聞 就是說到 位於荷蘭海牙的 所謂國際刑事法院 就說到俄羅斯總統普京 犯下了 這個戰事的罪行 因此 就出了這個逮捕令 要去緝拿歸案 當這個所謂的拘捕令出來了之後 就有一個國家 就著這件事 跳出來 跳得比其他任何的國家都要高 就說到 如果普京夠膽踏足德國半步的話 就將會逮捕他 與此同時 俄羅斯作為回應 同樣都是那麼強硬 也說明了 如果誰夠膽拘捕普京的話 所作出行動的那個國家 就等同於向俄羅斯宣戰 作為第一個回應 後到尾 俄羅斯其實還有第二個回應 也都寫了在我們的主題圖上 說到是會將所有的導彈 包括俄羅斯的核導彈 來打向德國 這樣說 逐時間 整個局勢 就變得非常緊張 雙方的關係 也都變得非常僵 其實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早前德國的司法部部長 就說到 在國際刑事法院提出這個拘捕令之後 就去德國而言 這個拘捕令 是在德國 是有法律效力的 是成效的 因此 就是德國的司法部長 所宣佈到 德國 是會配合到這個所謂的國際刑事法院的要求 來進行逮捕行動 而且 德國司法部長一個人說到未夠 較早前 出訪到日本的德國總理索爾茨 也都 明示暗示 說到 沒有人是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其實當時索爾茨所暗示到的 就是說到普京走不掉 這樣的意思 德國是會帶頭執法的 這個時間德國的意思就表白得很明白 萬一普京一旦踏進德國 任何一個地方的時間 德國就會將 這個普京捉起來 然後就會移送過去 荷蘭那邊的 所謂國際刑事法庭那裏 其實截至到現時為止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是出來表態 說到 如果普京 踏進他們的國家的時間 是會執行到 這個所謂的 國際刑事法庭的決定 將他拉起來 截至到這一刻為止 都沒有一個國家 唯獨是德國 走到撲出來說這些話 承認點不是法律的法律 如果大家有看過 早前新潮民所拍的節目 我們已經說過 這個所謂的國際刑事法院 其實 並不是 聯合國的 直屬組織 間接也都未輪到 只可以說到 是一些間接之中的 間接的國際組織 所以 它是不具備 一般的認受性 更何況 根據他們自己的規則 說到 如果是做到 國家級領導人 這個水平的話 帝捕令其實 是不適用於 該等人士 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一國元首的話 其實是有豁免權的 當然 到了今時今日 這些組織 已經被西方世界利用了 作為其中一種 打壓工具 我們待會再去探討這個問題 現在再說回德國 和俄羅斯那邊 在當德國那麼出位 不知道為了拼什麼時間 說這些 俄羅斯第一個反應 就是派出到 他們的總統新聞秘書 貝斯科夫 回答 關於這件那麼棘手的事 他說到一個新的理念 接下來 很有可能 俄羅斯和德國 是會斷交的 最起碼的就是 俄羅斯為了保護自己 將來 就會做盡一切 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 就例如 如果和德國斷交的話 是對俄羅斯 絕對有利的話 他們都是不排除這樣做的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現在正值俄烏戰事的爆發 德國 這類型的 西歐傳統國家 就好像在背後 擺明都是幫烏 就以為 俄羅斯和德國 是沒辦法談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就算現在情況那麼緊張來說 其實俄羅斯和德國 都有一定程度的聯繫 外交關係繼續 但是經過這次的事件之後 雙方就可以說到 將關係推到另一個更加低的兵點 甚至乎 是逼俄羅斯 為了招呼德國 要領開戰線 雖然這個機會性 不是很大 因為畢竟 都要德國有本事 拉到普京才行 試問 普京又怎會主動 去一些危險的國家 等被人拘捕 此其一 第二就是 普京也不會因為 這個所謂的國際刑事法庭 所頒布下來的這個通緝令 而阻礙到外訪 正如我剛才說到 普京只會選擇去一些安全的國家 來到去 基本上來說 有沒有這個所謂的通緝令 對於普京危險的國家 有沒有通緝令都是危險的 與之相反 對於普京安全的國家 也不會受到影響 舉例 在今年的9月 接下來 也會開到 G20的領導人峰會 接下來的這個峰會 所搞的地點 就是印度 雖然印度現在 就有些鬼鬼祟祟的動作 開始 將這個新區 投放到西方世界的懷抱 但是 段股 做了長頭草的印度 怎麼都不敢拉普京 所以 以這個例子 印度 這一個地方 對於普京來說 是安全 是可以去的地方 接下來在G20峰會 還有可能 當普京 確定出席的時間 會上演到一套 普京大戰德國總理索爾茨的畫面出現 就直接在G20峰會上 叫到 德國索爾茨 你不是很想拘捕我嗎 夠膽你就動手 可能會在9月G20上演這一幕 當然這是一個預測 剛才我們提到 德國和俄羅斯 還有一些關係 未斷了外交 未來現在 有可能會斷外交 又可能在G20峰會上 普京就會 直面索爾茨 但其實 如果德國真是夠膽 去做到這些行為 拘捕了 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話 後果 怎麼只那麼簡單 到時就不是用口說了 是真的有實質行動 實際來說 如果 一個國家的總統 被另一個國家的司法部門所拘押 並且 還不僅要將它引導到第三個國家 由德國拘捕 再送到荷蘭 這樣其實是一個嚴重的挑釁 是很大件事 以俄羅斯的性格 絕對不能夠容忍 這個是完全的侮辱 而且還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政治操作 大家試想一下 美國的總統包括 現在執政的拜佬頭 以及之前的特朗普 以及前任 歷屆的美國總統來講 他們所犯下的戰事有關罪行 簡直是多如天上繁星那麼多 數都數不完 但是這個所謂的國際刑事法庭 他做過什麼 什麼時候實施過這個 機壓和發出過這個拘捕令 完全沒有 其實以前這個所謂的 國際刑事法庭 都想就著 美國在阿富汗做過的事情 就說要調查他 當時 國際刑事法庭就說要調查美國的聯邦感醫衛 中情A局等等這些人士 究竟有沒有犯到一些 戰士 所犯下的罪行 只可惜的就是 這些西方造養機構 一吹就散了 當這個前總統 特朗普 就說到不能夠給 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人員 所發到的美國簽證 不肯簽給他們 就搞到他們進不了美國境 這件調查就不了了之 其實鐵一般的事實就是 這些所謂的國際刑事法庭 一字按錢就是被西方世界完全利用 滲透了 簡簡單單連不給你簽證入美國境 你就可以撤銷調查 而且調查到的對象 還不是 總統級的 當時時任的美國總統 特朗普 而是調查聯邦感醫衛 裡面的人 他都害怕 他都肅沙 現在就轉頭說 要拘捕人家的一國元首 俄羅斯總統普京 其實他自己都沒有這樣的例 說到可以拘捕別國總統 總統是有豁免權的 在他們這個組織裡面 寫到明 所以從這些行為 我們可以看得出 國際刑事法院基本上來說 都是一個雙標機構 完全是雙重標準 他很有可能 已經被西方世界完全操控了 好了 說多無謂 既然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完全的政治操作 普京又怎樣 反擊他們 在這裡就不得不贊賞普京 其實他的EQ也挺足夠的 暫且來講 普京依然沒有作出 任何的口頭或書面 一個反擊行動出來的 但是他身邊的 親信好友 早就已經 走出來說了 所以我們都可以看回他們怎麼說 因為不多不少其實都代表著 普京的真實說話 第一個要數的 當然就是講話最激的 梅德偉傑夫 梅德偉傑夫就說 如果真是任何一個國家 膽敢拉到普京的話 就會視為宣戰的行動 這個時間就不用指望 俄羅斯留守 俄羅斯就會傾盡他的全力 用到所有能夠調動到的導彈 包括核導彈 就用到來 炸這個 捉了普京的 當時國 即是指德國 亦都這樣說 德國是拉人 之後再送到荷蘭那邊 所以其實 嚴格來說 荷蘭才是幕後的主路 而梅德偉傑夫 其後還針對 除了會用導彈 以及核彈 來核平德國之外 也都指到 荷蘭就是 第三方國家 那個法庭就在荷蘭 現在說都不用說了 提醒那些 辦聯合國組織的國際刑事法庭法官 以及檢察官 你們有空可以看下頭頂 為什麼要看下頭頂 梅德偉傑夫就說 因為 如果你們膽敢所謂 做到這些 擺明老走普京的行動的話 俄羅斯就將會以導彈雨 來到好像 導彈下雨那麼多去炸 國際刑事法院的大樓 所以就提醒這些 所謂的法官 麻煩你有空看下頭頂 看看有沒有 俄羅斯導彈打過來 就這樣說 這個也是一個很典型的 俄羅斯回應方法 是挺有它的特色 其實俄羅斯不說得那麼盡 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 到這一刻為止 已經有 一萬多條的制裁 施加於俄羅斯身上 大家試想一下 其實現在最頭痛的 就不是普京 或者俄羅斯的 高級領導人 因為這一萬多條的制裁手段 不來都來了那麼久 如果真的有效的話 俄羅斯早就已經不復存在了 為什麼 這些所謂的制裁手段 多達成一萬條那麼多都沒什麼用呢 我們今集就不討論 總而言而知就是 現在西方用到 制裁俄羅斯的手段 幾乎可以說到 已經是制裁到 制無可制 因此 他們這些國金要跳出來變招 既然制裁已經沒什麼力的時間 就要用到所謂 犯到的一些國際法 這樣才可以繼續 軟硬兼絲地打擊俄羅斯 而且亦都可以 將你說成是犯法分子 來扣上一頂 俄羅斯領導人普京 就是罪犯的武 既然在實質的制裁行動上 是對俄羅斯沒有什麼作用的時候 一於就令到普京污名化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西方世界面對著俄羅斯 這個對手的時候 就可以說到已經做盡所有一切 要想再有新機對付俄羅斯 看法也挺難 因此他就多開這條 最新的戰線 把普京變成國際通緝犯 大家都知道 西方世界 什麼都是考納明目的 最重要就是有罪名的時間 就會再出台多一些 在他們自己國家裏面 的法規或法條 限制俄羅斯 或者限制俄羅斯的居民 在他們這些國家裏面 所做到的一切 接下來就會陸續出台 從此 我們也看到 西方世界怎樣無所不用其極 去到做盡 他們可以做的事 亦都反映了 他們是多麼卑鄙 其實說到 俄羅斯的梅德惠傑夫 說到會 將所有的導彈 來瞄準德國 甚至乎 當中包括 所有能夠裝載核彈頭的導彈 當德國 敢作出拘捕行動的時候 這些導彈 都會全部射到德國 大家試想一下 德國和俄羅斯 在地理位置上 大家是這麼鄰近 其實大家只是鄰國而已 俄羅斯是絕對能夠 有這樣的能力 要將德國摧毀完一次又一次都還可以 當然 這次梅德惠傑夫說到 還要針對 這個所謂的 國際刑事法院的所在國荷蘭 其實情形亦都一樣 荷蘭就在德國隔離 亦都是 相當之近俄羅斯 這兩個國家 真的可以說到 面對著 俄羅斯的導彈與攻勢 只不過是不堪一擊 尤其是 當他們做了一些 非常過份的行為 而令到俄羅斯 覺得非常羞辱 要出動到核彈的時間 德國和荷蘭都可以說到是 自己拿來壞 雖則綜合這樣計 德國基本上就沒有可能拘捕 俄羅斯總統普京 而荷蘭也都一樣 荷蘭在政府層面上來講 就沒有出過什麼聲 只不過是 那個所謂的國際刑事法院 自己在這裡 關上火門說人家有罪 要去抓人 好心你 荷蘭德國 這兩個國家 你玩歸玩 不要玩出個大頭髮 你自己壞就好 不要連累到整個世界 在這裡我們就不禁地想 德國之所以要做到那麼出位 其實 很有可能 都是為了配合到 美國近期的言論 最近美國總統拜登就說得很清楚 他說到 烏仔的戰事是不能夠停 這場戰事 所打到的時間 究竟要多長 什麼時候收 什麼時候放 完全就是要 配合到 美國設計的時間 逐線上 現在來說 美國所設計的時間逐線 就是要令這件事件延長 而如果根據美國自己的推測 這刻戰事暫停的話 就不會符合到 美國的利益 其實都說得很清楚 對於這刻來說 一直都說漏嘴 不小心滲透那些風出來的 老拜頭拜登 已經表達到 美國其實根本就是暫時來講 不想將這場戰事 去到那麼快 講和 起碼短期內 他是不想的 也就是說 以美國的自身出發來看 俄羅斯這一刻 還未夠虛號 還未夠弱 美國想著透過這場戰 來消費到俄羅斯的角力 和軍隊 幾乎 要消耗一乾二淨 起碼 要消耗到 在美國 常規部隊面前 不堪一擊的那個程度 美國才會收手 暫時來說 距離這個目標還有很遠 所以 大家暫時還未見到 北約國家 是有收手的現象 我們還可以看一件事 就是說到 最近就有人拍到 一些年代比較遠久的坦克車 就在重都 俄羅斯的遠東地區 就運到過去 俄羅斯戰士之間的戰場 我們可以看一幅相 拍到這個圖 那類型的坦克車 其實就是 一款型號 名名為 T55 的坦克車 這款坦克車 都很久之前 真的 就是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 前蘇聯的主力坦克 有人就會說 大件事 這次 究竟是不是俄羅斯的軍隊 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 連今舊的主力戰車 都要找出來 你都鬆上戰場上 繼續使用 是不是意味著 俄羅斯的軍隊已經開始不行 就快要倒下 從整場的戰士來說 一開始 俄烏開打的時間 俄羅斯的主力坦克 就是最新型的 T90M型坦克 其後 去到戰士的 中段左右 這些T90的戰車 換位 T72 或者T80 這些 相對先進的型號 但比起T90 也不算是最新的 不過後來 打下打下 去到上年 的年尾左右 我們又看到 在上世紀 六十年代研發成功 七十年代 不是七十年代 直至到六十年代尾 復役的T66 直至六十年代尾 所復役的T62型主戰坦克 亦都被送上戰場 這個時間 有人擔心 T90M型坦克出現 又或者T80、T72 這些 介乎九十年代 至二千年頭 所出現的塔型號 在污仔戰場上 出現 一點都不奇怪 但為何 上世紀六十年代研發的T62 都被送上戰場 這個時間 在去年的年尾 已經有人開始擔心 現今還出現上世紀五十年代 所生產的 T54、T55型 這些載舊的戰車 來送上戰場 所以 有人擔心 因為那邊商 污仔那邊 大家都知道 德國 英國 說要交到 第三代坦克 即現代的坦克 例如德國會提供炮二坦克 英國會提供挑戰者 二形的坦克 連美國佬都說 在年尾 會提供 M1、A2的坦克 但暫時未完成 未完成 未完成 面對著此燒比掌的情形下 烏仔那邊有新型的 西方主戰坦克加入 但俄羅斯那邊 反而是送來五十年代的坦克 究竟 是不是出現了大問題 答案可以提前告訴大家 其實 並不是那麼簡單 俄羅斯之所以出動到這些坦克 並不是代表俄羅斯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 相反 反而是一個聰明的戰術 現在來說 俄羅斯透過戰士學習戰士 他們就知道 之前我們剛才所說到俄羅斯比較先進的T90型坦克 或者T80型坦克 之所以 在戰場上消耗得那麼快 比烏仔那邊 大量摧毀的原因就是因為 北約那邊就提供了很多 對付坦克很厲害的武器 這些武器往往 就不是坦克本身自己 反而就是 反坦克的導彈 便攜式的火箭 或者是遠方的炮 或者是後方的火炮 武裝直升機 當然 烏仔就沒有武裝直升機 這一類型其實才是 這一類型其實才是這句不要 好像類似的這些工具 其實都是 對付坦克的好幫手 俄羅斯軍隊現在就學精了 既然烏仔的這個戰術 那麼成功的時間 俄羅斯軍隊其實 都不缺少到 剛才我上述說到 那些很有用的反坦克工具 武裝直升機又多 反坦克導彈又多 變攜式的導彈又多 俄羅斯有齊了這些東西 所以 就著這場仗 好像拜魯頭說的 他是不希望見到 那麼快打完 就意味著這場是一場消耗戰 因此 在打這個長期的消耗戰 所準備到的情形底下 俄羅斯 就做了一個明智的選擇 沒錯T90型坦克的確是很先進 但是 在現在的俄烏戰場裡面 俄羅斯現在缺少到 那些掃地雷手段 因此 如果在整個戰場上面布滿那麼多雷 去裝那些坦克的話 其實 你派出先進的T90也好 派出50年代所發明到的T55也好 分別不大 到最後 真是不幸運到這些地雷的話 其實都是會 炸爛了塔車利帶 大家都沒有分別 既然在這樣的時間 為什麼要找一架又貴又先進 數量又少的T90 來到他捱這一刻 不如找回 還有大量庫存的T55 去捱不就更好 況且剛才我所說 對付坦克的方法有很多 現在俄羅斯既然缺乏先進坦克的時間 就一於由其他對付坦克的手段來補償 今次來到補充的50年代T55坦克 其實他主要的任務並不是 好像我們看戲或者幻想 來跟對方的坦克對關 作出一些史詩式 浪漫式的戰士並不是這樣的 反而這些T55型主戰坦克 需要做的任務 都是反擊到一些對方 裝甲比較薄弱的 一些目標 例如現在烏仔 所使用到的 綠地主戰武器 其實是一些步兵戰車 反而不是坦克 這些步兵戰車往往裝甲都比較薄 即使是 即使是生產於50年代的T55坦克 他的炮口主徑 只有100毫米也好 遠遠低於現役 俄製坦克的125毫米 但這支100毫米炮已經夠摧毀 烏仔的步兵戰車有餘 非常之多 而且 T55 今次被送上戰場 其實也是作為一些 我們經常說到的 戰場上的捷點 或者是一些 掩護的角色 和 火力支援的角色 這樣的時間 其實 俄羅斯絕對可以 利用到這些50年代生產的 T55型主戰坦克 再加以改裝 令到 他變成 無人駕駛版的T55型 其實也勝任到 這些火力支援 或者作為 一個戰場捷點的角色 再說 如果這樣不幸 真是被烏仔那邊的反坦克手段 例如是 被烏仔那邊的 便攜式反坦克導彈 以往來說 就是由先進的T90M型坦克 來吃一顆導彈 由於T90M型自己的裝甲 或者是 面對著現在的西方反坦克導彈 那麼先進來說 都不是那麼頂得順的關係 基本上來講 T90M型吃了一顆 這些西方的變攜式反坦導彈之後 即使打不穿 如果敵方第二發的導彈再來 其實一樣都是打穿的 這樣改裝到無人版的T55 來做這個工作就適合了 因為如果 隨便有精算 被西方反坦克導彈打中 又是損失 T90以及 50年代的T55 其實都沒有分別 吃一顆這些反坦導彈 都基本玩完來講 為什麼還要將昂貴 兼且數量少的 現役T90M 來做這個動作 所以俄羅斯人就想通了 這個時間最重要的就是 能夠好好利用到俄羅斯龐大的武器庫存 來打這一場 很有可能 會持續化 長期化的消耗戰 這樣才是一個聰明的辦法 所以 從文方面 西方就去扣帽子 來被普京帶 說到他是國際罪犯 俄羅斯就有方法應對 而在真正的戰場上面對著 實打實的打法 俄羅斯同樣都可以 在戰事上學習戰事 終於放下了 從前北極紅 高傲的性格 這樣 也是值得恩惠 我自己就看好 最終捱不下去的 就肯定是西方世界 因為 他們自己本身都不是那麼團結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他們出師無名 連天都不會幫他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 話說 洪都拉斯的外長 在3月22日 就飛去中國 很多人 就馬上來想 是不是要跟中國 建交 如果建交的話 會怎樣發表一個 雙邊的聲明 果然 說事前那時快 3月25日 洪都拉斯 正式宣佈 和台省 正式斷交 而第2日 3月26日 正式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立外交關係 雙方 也發表了一個 聯合公佈 而在這2日形勢的急劇推進下 就嚇到台省那邊的吳超洩 整個人彈起 歇斯底雷 新潮民就為大家一一來跟進 當中的細節 話說 洪都拉斯 在25日 發表了一個聲明 聲明指導 就是正式和台省 斷交 世界上 只有一個中國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就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不會再和 台省那邊 有任何官方 甚至半官方的聯繫 這個聲明 令台省那邊 那些頑固的自立分子 非常生氣 就以吳超洩 當中的表表者 在第2日 26日 在台省時間 早上9點半 剛剛開工的時間 就透過他們台省的中央電台 馬上 發出一個聲明 就是說 洪都拉斯既然要選擇 和台省斷交 台省也說要和洪都拉斯斷交 台省那邊 的部長說到 吳超洩先生 就說終止任何雙邊的合作計劃 其實我也想知道 雙邊有什麼大的合作計劃 吳超洩說到 說要 維護台省的主權 和維護他的尊嚴 強調自己 是不隸屬中國的 所以要 撤回自己的大市人員 台省那些 嚴格來說不是叫大市人員 那些只不過 技術人員 那些只不過 叫做辦理處人員 為數有六十多人 這些人員 就要離開 洪多拉斯 也希望洪多拉斯 快點 收回自己的技術人員 甚至小氣到什麼呢 小氣到在台省那裏 有175個 洪多拉斯 在台的留學生 都說到 說他們讀這個學期 很快點走 你說多小氣 小孩子 讀書而已 都要趕走人家 吳超洩說到要正式 和洪多拉斯 撤斷任何官方 甚至半官方 的交往 被問到如果商業的來往 有沒有 那他的回應就是 總之 官方和半官方 就要撤斷 相信 如果行商 都一定會起這個氣氛下 受到阻滯 但是說到 其實 有什麼 合作計劃可言 有什麼商業計劃可言 其實我們看一看 吳超洩 之後說的話 我就會大概略之一二 話說 洪多拉斯 在2021年 總統大選之後 他們的外交方釋 也有所改變 吳超洩說到 台省那邊 是很用力 去穩住 和洪多拉斯 的建交 他說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中國不停 用這個 惡意的利誘 來哄洪多拉斯 吳超洩說到 說洪多拉斯 不如有責 中了 中國的 空投資票 假承諾 說被我們中國 哄到 這樣說 人家是不是 那麼傻 空投資票 都會先信 但是其實 你台灣真的沒有東西拿出來 你自己很清楚 之後越說越明顯 吳超洩說 洪多拉斯 動一點就問他們 量度這個 幾十億美元 台省給不起 這幾十億美元 用來做什麼 用來建 水庫 水壩 加上 醫院 和希望 用這幾十億美元 你都可以平衡一下 洪多拉斯面對的債務 說說洪多拉斯 欠台省 大概6億美元左右 希望這6億美元的債務 能夠緩解一下 另外興建 水庫水壩 醫院 等等 亦需要錢 台省說 他們說 興建這些東西 去年他們已經提出 但去年提出 和今年提出 價錢翻了雙倍 台省說 分明就是想 作他們的錢 所以他們說 不給 台省說 吳超洩說 分明是要錢 就是考納名目 所以 台省說自己是不會那麼低手 用金錢利用來換關係 所以他們不給 還說 台省每年都會 資助洪多拉斯 五千萬美元 洪多拉斯這兩年叫價 要翻雙倍 五千萬 翻雙倍 就是要一億 所以 吳超洩說 下下攤大手板 問他們拿幾十億美元 台省不給 其實 是給不起 反過來吳超洩就說 他們不像中國 中國如今 就跟 洪多拉斯建交 洪多拉斯這頭和台省斷交 那頭就跟中國建交 因為中國願意出 60億美元 一下子就 難怪 見此開眼的洪多拉斯 會傾向中國那邊 吳超洩說 面對這些國家 他們不交也罷 因為他們不會屈服 中國的權威下 吳超洩說 台省做事 不是財大氣操 就不會見錢開眼 他們是說義氣 就說洪多拉斯現在的人變了 自從有錢 就整個人都扭曲了 台省 就會跟講義氣的人 進行邦交 尋找理念相近 共同發展自由民主的地方 來提升自己 和保存自己的國際地位 台省說 其實 他也是把一些資訊 用不同的包裝紙 演繹出來 其實 一自己知道 就是台省莫財 第一 所謂的建這個水庫水壩和醫院 就絕對是有意義之事 中國就幫這個世界很多國家很多地方 來建了這個水庫水壩、醫院、港口、碼頭等等 也都建了學校 台省 連這些錢都給不起的時候 你怎樣去進行邦交 你怎樣去 增加自己的影響力 莫說中國 會幫一帶一路的合作 的盟友 來建這些醫院和學校 甚至 俄羅和烏仔戰士 如果烏仔和俄羅戰士 稍微平息的時候 要重建烏克蘭的時候 中國也會願意幫忙 在這個人道主義上 援助他們建設 醫院、道路和學校 我相信中國絕對會做得出 也絕對願意這樣做 但是相反 台省 連洪多拉斯的地方 建醫院和學校 都建不了的時候 你怎樣去跟別人搞 這個外交關係 所以 說這麼多東西 一字記之 就是台省莫財 現在 如果連洪多拉斯都沒有 台省只是 有13個國家 和這個省 是有建交的 這些地方老實說 說的名字出來 都非常撩囊 提來都無謂的了 但是 有一宗新聞 又想提提大家 說起洪多拉斯 就說說這個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也是一個國家 話說 2021年12月的時候 尼加拉瓜 就把台省在那裡 那些使館 整個沒收了 封了他 接著就 價便監賤 一元就賣給天主教教會 這樣 台省那邊當然是生氣 非常生氣 收了他們的使館 就想拿來跟中國來投誠 不是 賣給天主教教會 但是 當中有沒有跟中國 投誠 跟中國建交 的元素裡面 相信絕對是會有的 那時候 在2021年12月 2021年尾的時候 台省當然是生氣 甚至說到要用國際訴訟的層面 來整治尼加拉瓜 誰知道 去年2022年年尾 又說 事情不發生都發生了 要追究 無謂 既然是尼加拉瓜 這些地方 是不珍惜台灣省 台灣省也不需要珍惜他們 就算 告他們都無補於事 因為以後都不會跟他們理睬 因為以後都不會理睬他們 所以 之前 就說到是威是勢 要用國際層面的訴訟 去告這個尼加拉瓜 到了2022年尾 就暫緩了這件事 他們的理由就是 反正日後都沒有來往 都反了面 不需要追究 沒有需要拿出來說 你說台省那邊的人 避重就輕 為自己包裝 包裝得多好聽 就在 3月25日 洪都拉斯正式宣佈 跟台省斷交 3月26日 就正式和 中國一起簽了這個 聯合公佈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 洪都拉斯 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 聯合公佈 當中的細節 就是 一定是兩國的人民 互相共建互利 為人民的利益著想 會建設大使級的建交關係 兩邊都有大使館 會有大使人員 來往來 尊重互相的主權 領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預 對方的內政 用平等的關係來共建互利 建設和平的基礎 正式成為 聯合國181國 其中一員 這聯合國181個國家 都是承認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 沒有兩個中國 另外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就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其實中美也有 三個聯合公佈 分別就是1972年的 上海公佈 1978年的 建交公佈 以及1982年的 817公佈 這三個公佈都說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中國就只有一個 沒有兩個 只不過美國是經常 踩著這些鋼線 也都經常 在這個紅線裡面彈出彈入 來試中國的底線 促成這次 中國和洪多拉斯 的建交 和一起簽署這個聯合公佈 就是我們中國的外長 秦剛先生 和洪多拉斯 的外長 雷伊納先生 而有傳 為何要 26日的時候 故意洪多拉斯要做這個決定 中國要做這個決定 在這日26日 簽這個聯合公佈 因為有傳 蔡英文將會在27日過境 會Drop by美國 所以就要去美國 搞出任何花款 整色整碎之前 就要刮他們台省一巴 只希望台省的人民 能夠 越來越多人撥亂反正 越來越多人了解到 祖國的美好 了解到和平 得來不易 並非理所當然 不要圍著一些 西方政客 圈掩和宣揚 非現實主義 理想主義 而盲目地敵視 不應該敵視的自己人 敵視中國人 大家都去中華兒女 中華同胞 落入了蔡英文 邁國求榮 有毒政客 的盤算 若然台省那邊 有什麼紛擾 有什麼出事 第一個消失 就是蔡英文 和吳超洩 這些人 最後就是苦了中華兒女 再作為報導 香港這兩天 出現了一宗 罵得熱紅紅的本地新聞 這宗新聞就是 在天水唯一間 中學裏面 有位 13歲 年齡的女同學 就報稱去年 被另一位男同學 來無禮的肢體碰撞接觸 導致事件 要去到 報警層面 來處理 而為何罵到如今 會廣泛報導 就是因為 在東章西網裏 做了一個新聞特輯 說出這個事件 報稱被欺負的女同學 她的父母都在東章西網裏 說出事情發生之後 報警 和向校方求助 至如今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 希望東章西網 為他們挺身而出 以正視聽 為他們主持公道 但凡涉及 一些年輕的女同學 令一些男同學 無禮的肢體接觸 都會變成很大的新聞 亦都帶出了 學校怎樣 去迴避問題 沒有積極面對和跟進和交代 亦都帶出了 真是懷疑 有關的警方並沒有 切實地跟進 和和女同學的爸爸媽媽 來清楚交代 女同學的爸爸媽媽 說警方敷顯了事 但是最新的消息卻出現了另一個版本 而這個版本 就是說到其實警方是有跟進和有清楚向父母交代 而出現了另一個版本就是有可能 這位男同學根本 沒有做過一些越軌的肢體接觸 有可能 是女同學 說了大話 然後 他父母 罵到上去 學校 引發事端 事到如今 我們沒有辦法 知道哪個版本才是真 因為事情交了在警方手上 警方 搜集那麼多證據 相信他一定會找到 足夠的理據來判定事情 誰對誰錯 到底 有沒有出過 去到法律層面的事情 請我們新潮民今天為大家 用客觀的形式來報導兩邊的版本 讓新潮民的觀眾都一起來思考一下 評一下你 亦都發揮一下自己的偵探頭腦 而最後新潮民亦都會為大家 來講一講好像發生這些事 無論是哪個版本都好 無論是女同學版本 男同學版本 誰對誰錯版本都好 發生這些事情 在求學時期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都是一個不快的經歷 亦都阻礙了行業 最後新潮民亦都會為大家 提供一些建議 如何去避免這些事情 因為 現在已經時勢液社會風氣 已經是 隨著科技發展 垃圾資訊日新月異 排山倒海影響到大家的子女 在這些紛紛擾擾 正確和不正確資訊交答的時候 你不尋找挑戰 挑戰會主動尋找上來 你不接觸垃圾資訊 垃圾資訊會四方八面湧入你的眼球和耳朵 避無可避 要管理和應對 最後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建議 我們先講一下最初的版本 話說 在3月25日 香港 很多人熱烈討論 有一宗新聞 因為這些新聞 每個人一講 就會咬牙切齒 一個13歲 楚楚可憐的女同學 居然 給她同齡的男同學 有越軌無禮的身體 的肢體接觸 據說不止一次 事情就要追溯到去年的5月開始 先是 據這個 女同學的報稱 先是 有空 拉下她的手 繼而 從後來擁抱 甚至擁抱的過程 女同學指導 皮帶對落 就有她不喜歡的觸碰 而地方 分別在 樓梯也會這樣做 學校走廊也會這樣做 最後一次就是去年的8月8日 話說 女同學說她去七樓 找老師 取功課資料的時候 那位經常對她出擊的男同學 跟著她尾 甚至在走廊 對她進行從後而擁 從後而擁的時候 甚至想拉她入刺隔 在掙扎下 女同學報稱 她向後使出back kick 把她撐開 誰知道 那位男同學 都依然如影隨形 不斷吊著她尾 女同學說 她看到社工的時候 本來很想跟她說 但又不敢跟她說害羞 男同學也都 看到社工的時候 色趣彈開 但當社工一走過的時候 又再次出現 好像吊虛鬼一樣 直至到放學的時候 女同學步出校園 男同學也從後來跟隨 女同學見機行事 見到人群大聲喊 她說媽媽 我在這裡 就好像 說到媽媽 在學校門口會接她 男同學 就因而這樣 而滋機 消失 其實 她媽媽會在學校門口等她 女同學回到家 打開這個家門 她媽媽看到她情緒 激動 傑斯底裏 就在哭哭成女人 問到她什麼事的時候 也都在自己的電話裡面 拍攝過程 拍攝過程 女同學 說在學校裡面 那些男同學 這樣來 對待 她很不開心 說給人家觸手 又說給人家從後 來擒抱 將過去 兩個月來的事情 一一 導出 告訴媽媽 媽媽 就即時 走去 學校 來到要求交代 但是學校 沒有清楚交代給媽媽 媽媽 就馬上把事情提升到報警來處理 女同學的媽媽 叫潘太 潘太是一個泰國人 她說到 他們要求校方跟進的時候 居然被校方 也都報警 報警來趕走她 說她還在學校做什麼 為什麼還不走 甚至 事後回到家 有元朗區的警員 這位潘太說的 打給她 問她是不是去學校生事 是不是想威嚇學校 潘太覺得心有不甘 亦都非常不奮 所以 一直以來就覺得 校方和警方 並沒有好好地處理這件事 屈住道氣 直至今年 到最近這個月份 就報上這個東張西望 希望他們 主持公道 將事情揭發出來 到底潘太的說法 是否完全正確呢 我們就一起分析一下 各方不同的說法 有這個男方 男同學各方 還有這個警方的說法 我們首先知道 8月8日 警方 確實有這個紀錄 2022年8月8日 潘太的確有報警 而警方 也馬上以 這個無禮的罪名 來到在學校 拘捕一位 13歲的男同學 拘捕這位男同學 以這條罪來拘捕他 之後 去了保釋層面 這件事 警方 報稱有發生 至於說到 警方沒有 趕走 潘太 說他在學校生事 沒有記錄警方 沒有說到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潘太說到警方 沒有主動來 跟進 甚至 每次跟警方聯絡的時候 跟刑事調查 的部門 他們都說 轉頭會回答他 甚至是不了了之 潘太的意思就是 警方 是不願意 被人家催他 不願意 被人家跟進 到底警方有事 和 潘太和潘先生跟進呢 根據警方的資料 在2023年2月14日 就是 上個月 的月中的時候 其實 在天水為警署 是有邀請到 潘太和潘先生 去警署來溝通和跟進這件事 而警方也在 2月初的時候 已經徵詢過律政司的意見 這些事情 根據警方的講述 是有跟潘太和潘先生 來跟進的 除非 警方說到2月14日 2月中 天水為警署 跟潘太和潘先生一遇 完全是 紫虛會友 完全是作的 如果不是的話 一定是有記錄的 警方做事 如果有記錄的時候 潘太和潘先生說的說法 就不成立了 警方是有 請他們上警署 跟進整件事的內容 亦都向律政司 徵詢意見 這些事確實有做 就不可以說他們沒有跟進了 所以 哪裏拿出證據的話 哪裏就不是 信口開河 哪裏就不是 片面之詞 另外說到校方 話說 潘先生和潘太說到 校方 不了了之 校方 一直想拖延 和 遲鈍不回應這件事 潘先生和潘太說到 自從去年8月8日之後 女兒 就已經沒有再回到這家學校 就以網課的形式 來上課 然後 去到最近 為什麼要觸發潘先生和潘太 氣憤難評 因為 收到學校的缺貨通知書 就說他一直以來不上學 是不行的 就收到缺貨通知書 所以他們很生氣 怎麼可以上學 發生這些事情 他的女兒都沒有公平的對待和交代 他女兒 涉及的 這個事情 甚至涉及事情的男同學 都未成之於法 還未有公平的判決 未為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 他女兒怎麼可以就這樣上學呢 還要受到 諸般壓力底下 所以一直就不回 根據潘先生和潘太的報導 事情一搞到東張西望之後 就隨即 校方收回這個缺貨通知書 讓他繼續上網課 甚至會為他安排獨立的考試 那若事情是真的時候 就顯得這間學校 就多麼蛇跪 首先發出缺貨通知書給別人 除非是作的 除非潘先生潘太作 如果不是有發過這封信 又正有據 但是事情一鬧對東張西望層面 又立即收回 又說會為他進一步安排 這個網課 以及繼續去考試 之前說不幫他安排 說他一直以來 在無合理的理由底下不上學 是不成立的 甚至 會影響學業 甚至影響學籍 學校這樣說 除非這些都是作的 否則 所有東西其實是有證有據拿出來的 校方在事情發生之後 報稱他們自己 啟動了這個危機處理小組 裡面就有 學校 有學校有開會 有心理學家 有社工 在情緒方面 來支援女同學 鼓勵他 你面對這個事情 校方這樣說 但是進一步的細節 校方 就不方便去透露 因為他說 事情已經去到 法律的層面 但是根據 這個女同學的版本 以及潘三潘太的版本 就說到 校方這些所謂的社工 其實 就不斷地追女同學 正常地上學 說沒事的 安全的學校 不是呀 男同學大大的洞 怎麼會安全 校方就說 沒問題的 事情已經加到法律層面 學校是絕對安全的 總之 潘三潘太的說法 是想事情不了了之 正常法 當沒事的 女同學上學 男同學都上學 總之校方的安排和回應 潘三潘太就說 他非常之不滿 且容許說到這裡 就有一點點意見和心得 來分享 就是關於 做媒體 如何跟公眾交代 社會 任何出事的企業 甚至是官方 政客 其實任何事情的時候千萬不要縮 一定要 在合理的情況 應該在24至48小時 一定要出來回應 就不要拖延不了了之 但是當然 學校這些 機構 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機構 不是一個人說了算 甚至校長 都要再聽名於 董事局 在這麼複雜的人事 機構裡面 就自然有很多 卸責 要找一個人出來 背負責 這樣的情況會出現 就不是一個校長 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清清楚楚 大方得體的 去媒體交代 就可以處理得到 因為 有時候 你做得好 董事上面有些人 覺得你做得不好 都會把所有罪責背在你身上 一個 複雜的企業文化裡面 就算是學校 都不能行免 都會有這些問題 會出現 所以 對辦學的人來說 其實我們 過去這一年 都看過不少的新聞 就是關於在學校裡面 但凡出現了學校 同學與同學之間的磨擦 不快事件 學校都其實 通常都是處理的方法 都是遲鈍 想按住 掩蓋就掩蓋的 因為 輿論壓力是厲害 甚至 外面的敵人 想刻意攻擊你 是厲害 但是 內部的內鬥 是更加厲害 所以對辦學的人來說 是非常難搞的 這些事情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的文化 那麼難 去處理的時候 就導致學校 在去年8月 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後 遲遲 不發通知 給學校的家長 不發公告 直到事情 鬧了東張西望層面 學校才發出這個通告 在這樣的情況 就真的是 完全顯得出 作為辦學的一方 對處理這些事情 極不專業 現在事情 癥結所在 就是 到底 男同學 是否真的 對那位 女同學 做過一些 超越了底線 的身體 觸碰 其實 所有東西 只需要找到閉路電視 就能夠水落石出 話說這家學校 就是 有閉路電視 被問到這家學校的閉路電視 是否有盲點 有些地方 拍不到 根據 警方所說 是不會拍不到 除了學校 那些私人 洗手間 那些地方拍不到之外 其實學校 無論是走廊 樓梯 一定是拍得到的 話說 女同學所說 他被人出擊的地方 就是走廊 樓梯 這些地方 都是發生過的 而時間 是介乎5月至8月的 除非 閉路電視的片段 不逆而非 如果不是 警方是不會偏袒這家學校的 如果有些片段 有些時候是不逆而非的話 警方是一定會生疑 但若然找到 介乎5月至8月 這些時候 走廊和樓梯 並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情 那有可能 真的 不一方 說謊 話說 男同學的父親 致電了 另一個 香港的媒體 當然 這個媒體的名聲 一點也不好 就是那些 黃人最喜歡 傾向於媒體 但是 我們要說的就是 事情有證有據的話 就不管哪個媒體報導 警方一定會秉公辦理 男同學的父親 報稱 去年8月8日 當他的兒子 被人以無禮的罪名 來拘捕的時候 馬上他爸爸 就親身去了解這個事情 了解到 兒子說自己是被人屈的 也跟校方了解事情 也陪校方一起來看閉路電視 誰知道 並沒有在閉路電視的那些日子 看得到 有這樣的事情出現 並沒有看到閉路電視 在走廊或者樓梯 男同學曾經 做過那些 躍軌的肢體接觸 唯一看到有一次 就是 可能男同學 在一班朋友一起玩的時候 在電話 分享一些 圖片 分享一些資訊 亦都想分享給那位女同學的時候 就捉了他一下 僅此而言 這個是 男同學的父親報稱的 閉路電視 最真確的版本 和所有版本 都是給了警方 警方一定會秉公辦理 到最後 如果出了一些 陳爸爸 這位男同學姓陳 沒有說到的片段 陳爸爸說沒有的 如果有的時候 他的兒子 就會成之於法 受到應有的 法律制裁 但是 如果沒有的話 陳爸爸說得對 校方那邊的閉路電視 是零死角 走廊樓梯 一目了然 並沒有發生過 他們兩位 的肢體 碰撞和磨擦 即是有人說謊 所以出現了兩個可能性 陳爸爸 鼓勵他的兒子 要上學 因為他相信他的兒子 是被人冤枉的 他說如果 不上學的時候 就是自己消失默應 所以一定要回 根據 現在的法律程序 他的兒子是需要 跟這個警局報道的 例如4月初 都要跟這個警局報道 他現在 就是保釋後查 的身份 發生這樣的事情 當然我們都很想追索 究竟哪一方說謊 是不是有人做過一些 越改的行為 就恥口不認 又或者是不是有人 可能因為情緒 發育時期 太過敏感 所以 揭司底裏說出 方話 來對宣示情緒 甚至 要求更多的關注 我們不知道 到底哪個才是真 但是我們知道 好像一家學校 求學時期 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都不希望看到 其實怎樣可以避免這些事情 我需要告訴 新潮民的觀眾 可能新潮民有很多觀眾 大家的子女都大了 任何教育兒女的事 都不關你們的事 承容我講一下 兒女尚在長大的觀眾 又或者如果有些新潮民的觀眾 你們自己都是年輕的 可能是十幾二十歲的 你都可以聽一下 作為一個參考 在這個心理分析的層面 我們要知道 男同學 是否 會對女同學做出這樣的行為 其實是有跡可尋的 首先 如果男同學 經常 跟女同學 做一些肢體的接觸 是不多 得體的時候 其實是有跡可尋 其實是一個 避免 慢慢一層一層的 避免 首先 為甚麼男同學 他不止對一個人是這樣 他對很多人都是這樣 而對很多人是這樣 他不會一來 就是從後琴抱 來到這個層面 他首先 喜歡抓著手 拉扯一下 又或者拉扯別人的衣服 你都跟別人借意 玩樂一下 就試一下 這個異性同學的接受反應 如果遇到異性同學的接受反應 是OK的話 是可以這樣玩的話 他們的接觸程度 就會層層的遞性 可能去到玩你的頭髮 可能進一步 身體 會一層一層的遞性 而這個過程裏面 很多女同學 未必是喜歡玩到這樣 可能 他們是 不好意思拒絕別人 因為 女生的心性 始終是有一點 不好意思的 也會令到這些男同學 層層的遞性 他們會在 不同的同學堆裏面 做這些行為 然後 找個最好相處 最有包容性的 來提升這些行為 慢慢才會去到 一些非常明顯的 從後琴譜 甚至 拉進去廁所 甚至去到 這位女同學 跟他媽媽 哭著說 說他想作狀 嘴自己 甚至觸碰自己 的上比 和8月15 要去到這個層面 需要一段時間的鋪墊 一段時間的 可能有些人會說 會不會有些 失心瘋的 他們會一來 就去到做出這些行為 如果 有些失心瘋的 那些人必須 就是 平時會見到他 在班裏面 很陰沉 又沒有什麼朋友 個人 行為 就很奇怪 極度 不受尊重 以及極度 不受注視 因為那些人本身 可能是在精神症狀上 有一點扭曲 所以 他們要不就不做 要不就突然 一聲 就會做一些很刺激的行為 這些 都是有積可查的 這些 這些就是典型的怪人 但這些情況是比較少的 因為好像這些人 其實他比較害怕這個社交 除非 有些同學 對他 突然間很有善 令他 想了一遍 誤會了別人 也將自己一直以來抑壓的情緒 投射了 那個女同學那方 才會突然間做出 過份刺激的事情 但這些情況 通常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好像這些 精神有一點扭曲的人 他們應該不會 那麼安然度過 他們的球學時期 他們會頻頻出事 又是另一種 哪種男同學 會做出 那麼刺激的事情 就是 例如有些男同學 有些東西看不出的 他本身性格很好強 很喜歡扮導 他會很刻意地在 老師面前 和家長面前 做一個 模範生 他會很刻意地去演繹這個角色 他會由形體動作 來演繹這個角色 他會甚至 想去參加一些 組織 聚會 團體 甚至在學生會裏面 想做Leader 但是骨子裡 他其實 很抑壓了自己的情緒 他特意要這樣做 就是想換取大家的欣賞 因為他很浩強 但是他這個浩強也有另一面 就是他想 用這個身份 用這個 榮譽 和這個認同 來去濫權 通常他就會 在自己的團體 或者學生會 裏面的一些秘書 一些民政 一些沒有什麼 說話 甚至說任何東西都 陰聲細氣 一看就知道很柔弱的 女同學 突然間 有一個時刻 對他出手 逼他在場角 就好像 拜老頭 在他年輕的時候 就經常對他黨裡面 那些年輕的 建築員 出手 是一模一樣 對他們來說 可能 他們 一個男女兩性的慾望 就佔了一半 另一半 應該是說 最主要的慾望 都是想濫權 施展自己 用power 來壓制人家的 滿足感 這些例子 我也見過 但是 也是比較少 所以千萬不要 一出光打一旋人 有些學生 有些同學 是力求尚進 是真的想 文武都做到出色 極少數有這些天性 是有些扭曲思維的人 是想做個偏偏君子 想做Leader 然後來到濫權 這種人 是比較少的 不過 所謂三歲定八十 如果社會上 有這些政客 喜歡做這些行為 有這些老闆 喜歡做這些行為的話 其實他小時候 早就已經有這個跡象了 所以 哪些例子會比較多呢 就是一些 對不同的同學 都喜歡出黑手 慢慢來試對方的底線 試一下又多些 那種例子 可以說是 佔八成 陰沉突然之間會突擊 突然間會失常 又或者喜歡濫權 心底裏面 有種扭曲的 濫權慾望那些 就是 在100%裏面 可能佔10-20% 是比較少數的 就算有這麼慾望 也未必 是真的會有這樣的行動 因為要行動 也有很多考量 還有到底找不找到目標 所以做女生 一定要懂得拒絕別人 懂得拿握自己的底線 千萬不要覺得 不好意思 有為這個大圍的氣氛 很掃興 不好意思拒絕別人 不好意思發聲 只會被人得寸盡尺 第一件事是這樣 但是如何能夠保存自己的社交 認同和保持自己的朋友 受歡迎程度 甚至不要影響到自己 在異性方面的受歡迎程度 這是一個藝術形式 這是一個要學習的課題 到底會不會有些女生 其實是沒有人 對她出過手 沒有人對她進行過任何 無禮月鬼的行為 但是她自己很敏感 這種女生亦都有 但是她們也有跡可尋 可能她們性格本身比較敏感 其實她們是處於 經常都很緊張 這些社交緊張的障礙 或者自信心不足的情況 所以她們在人家無論如何對她也好 她都先進擊了人家 攻擊了人家 先敵視了人家 其實就是用一種 保護自己的認同感 自我感覺 她們會小小事 就會揭絲底淚 甚至她們有自己 去欺負自己的傾向 就是重創自己的身體的傾向 不要重創自己的身體 甚至她們會有自己 整傷自己的傾向 就不會有個同學 本來很友善 本來很隨和 跟同學打成一片 突然間就反轉豬肚 就走去 向警方提高 這種就比較少 多近呢 是沒有這種例子的 所有事情其實是有跡可尋 其實說來最後 無論是 情況版本 是女同學對 男同學對 這些事情 大家都不越看到 最重要就是 為自己好好的選擇圈子 遠離一些 胡鬧 紛紛擾擾的圈子 這些圈子通常接觸的 都是比較通俗和 比較垃圾的資訊 大家不知道最近 有沒有留意一個新聞 就是香港 有一名女子 她就去了日本那邊 來做這個大人的動作片演員 就獲得 香港很多 那些年輕人的贊賞 她們真心 是贊賞她 因為她們有東西看 但是她們 根據她們的認知 她們真的封她為女神 甚至 有任何人 攻擊 這位去日本做大人動作片的演員 素小姐 她們都為她護航 她們真心 對她奉若神明 而為什麼 這位素小姐要去日本做大人動作片 雖然知道 行有行規 很多人 都知道這個遊戲的玩法 就是用藝名來出道 甚至 掩藏自己的真面目 用濃厚化妝 來製造另一個造型 到他們退役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投入正常的生活 掩人耳目 沒有人知道她的存在 沒有人知道她曾經 上過 這些大人動作片的媒介 但是 好像這位素小姐 做到這麼光明正大 做到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誰 其實是比較少有的 為什麼她會覺得 這些行為 是出位 是會為人生帶來價值的 想為她接觸的圈子 都是這些人 都是這些 底層次的人 會將這些大人動作片 奉若神明的人 要他們 登堂入室 去注意自己的儀容 儀態 自己的品行 換來這個人生的幸福 對他們來說好像真的很遙遠 要他們用這個 高知識 高技能 為社會進行創建 來換取自己的關注和價值 對他們來說很遙遠 就要從這些途徑 而他接觸的圈子 也是這些 人群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行為 但是 好像 這些垃圾資訊 又或者 將日本的大人動作片 奉若神明的圈子 是處處皆是 包括大家的子女 現在在中學 其實都是很多這些圈子 很多這些朋友 以緣目染下 亦都會令到個人的觀念 價值觀是扭曲的 所以你不尋找挑戰 挑戰會尋找上來 一定要 為自己的子女 尋找一個 有品格 和有品為的圈子 和成長環境 另外 就是 為他選擇好朋友 指導他正確的社交觀念 如何認識朋友 如何和人打成一遍 如何拒絕別人 需要的時候 不要怕寂寞 給他正確的認同和自信心 家庭一定要有 父母和子女的溝通 他們才不會怕在外面 失去一些不必要的垃圾朋友 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 要為他公書教學養大 他已經很困難了 還說要溝通 還要說這些 那樣 自己真的力有不做不到 現在時而世易 這個世界的挑戰 就是這樣 無孔不入 而且要求也越來越高 實在是不容易的 所以正常人 一定要 齊心 讓大家可以 聚在一起 有一個 正常的社群 那麼大家 無論是家長們 和子女們 都可以 做朋友 互相來往 互相支持 圈子是很重要 不然 就會出去 容易跌入了不良的圈子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林揭祝之前提提大家 記得做齊新潮民三寶 還有的就是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拜拜